天冷了 给我的这个无极150GT装个手把加热 其实这车在升级配置啊 就该升级 原车就该带 你像我那502原车就带 不过据说装的这个手把加热 哎 李师傅它是可以可调的是吧 四档可调 你这个加热的温度是可以调节的 这个比502要强一些 看看装上之后效果如何吧 这里有个误区 可能好多人会认为无极150GT中间这个卡扣 扣板是可以卡开的 但是啊 实际似乎并非如此 包裹式的车把和裸露式的车把 比如无极150GT和豪爵的UHR150吧 各有利弊 其实我还是喜欢那种裸露式的车把 毕竟你装个运动相机支架什么的更方便一些 这就是我准备加装上的手把加热 它一共有四个档 把原车的车把拆下来 把它再加装在上面就可以了 我也见过其他品牌的那些手把加热上面缠上一圈一圈一圈 那种最大的缺点就是时间长了 加热之后那个胶会粘 而这一种直接把原车的车把替换就没有那种所谓的烦恼了 这种手把加热安装也并不复杂 我看它两个十来分钟就给我装好了 这种车型都可以装 你像UU啊 UY啊 像我这150GT啊都可以装 价格也不贵 一顿饭钱 网上有没有卖的我不知道 因为我这个是从实体店 也就是李师傅这里买的装的 这就已经装好了 这个和原车的也看不出有啥区别的 反正就是有了手把加热了 从这里可以调节你的挡位 最高的话是四挡 一般的话用个二三挡就够了 大家伙别陷入雾区 你觉得装了手把加热冬天就不用戴手套了 那是不可能的 我对它的期望嘛 不是特别冷的情况下 戴个保守套就OK了